罪卧街头洒酒疯 袭警如警被拘留 金A二手摩托车 拍出300万元天价 正成吗 我怀疑这不是真的吗 炒作之类的吧 这肯定还是人为的因素比较多 北京时间周五十二点 欢迎您收看仿制进行时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这位男子 正在接受救助 他姓张 独自一人喝了一斤多的白酒 结果是罪卧街头 为了防止意外 民警及时赶来救助 没想到张某对着民警 撒起了酒疯 2020年10月28号下午4点多 顺义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报警 在玉龙西区附近 有一名男子躺在台阶上睡着了 这名男子躺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台阶上 双眼紧闭 面对上前询问的民警 一声不吭 据了解 张某今年40多岁 当天下午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 想要回家时倒在了马路边 呼呼大睡起来 醒来的张某嘴里说着没事 但行为却让人大吃一惊 他掏出身上的钱包银行卡 随手扔了出去 我钱你装进去了 你给我干啥呀 然后干男子的这个突然之间坐起来了 然后从兜里边翻出了自己的随身携带的这个一摊的这个百元大钞 还有这个几张银行卡 还有他自己的手机 然后说我不要了 然后你们拿走吧 然后就直接扔在地上了 撒钱摔手机 张某闹腾了一通后 一个后仰倒地接着睡 担心发生意外 民警试图联系张某的家人 没想到张某突然发起狂澜 说话干净点啊 我从来不骂过眼 从来不装身 眼看到了晚高峰 为了确保安全 民警决定将张某带回派出所 可张某并不听劝 还对民警动起手来 我现在就是这样 你别一家属 你再打我 你再打我 能敢吗 你多扭扭 这些什么意思呀 你打我给啥 别动 你扔我 这边 过来过来 我给我报警察 现在我们就是警察 刚才也在打警察 我立刻你报110 上 上 我们就是110 你打我这一下怎么办呀 行 你真有两下子 你再骂我一句 你刚才在说什么 不要叫他 你在骂谁呢 你叫我吧 我没有揍你 我问啥吗 你说呢 哎呦 帅哥 你记住 你把你都带下了 在派出所里 张某醒了一晚酒 第二天上午 他清醒之后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后悔万分 知道自己有什么行为吗 当时 不是 我当时不知道 是 我跟你说一声啊 你打了民警一拳 好在民警没有伤 你知道你的行为违法吗 现在 知道了 知道了 现在后悔吗 后悔 后悔 民警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 受法律保护 对于以吵闹 谩骂 无理纠缠 等非暴力方式 阻碍民警 执行职务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目前 张某因妨碍执行职务 被顺义公安分局 行政拘留5日 11月11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对一辆挂有 精A牌照的 二手摩托车 进行司法网拍 起拍价是1.63万元 经过1286次出价 于11月12日 已超过303万元成交 这件事 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那么这辆精A牌照的摩托车 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 网友提供的 竞拍出价的视频 从1.6万元到303万元 一天的时间 这辆精A牌照的二手摩托车 身价竟然翻了百倍不值 记者了解到 这辆摩托车新款欠车才3万多元 为什么能炒到如此之高呢 我觉得就是炒作嘛 我怀疑这不是真的吧 炒作之类的吧 所以肯定还是人为的因素比较多 就是说愿意出价的人 他肯定会 就是觉得他有这个价值所在的地方 那至于他最后拍拍的成功 那是另外一回事 精A现在25到28之间吧 二手市场上都有 10万20万还行吧 那主要优势的话 就能城里面也能骑呗 精A摩托车牌照 早在1985年就停发了 仅发放了2.5万个左右 现在早已经成为了绝版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相关规定 精B摩托车是不能够进入四环行驶的 但精A却不受限制 这让精A摩托车变得很有含金量 记者了解到 目前精A摩托车摩托车的市场价 在27万元左右 即使含金量再高 也不至于高达上百万元吧 那么这起天价竞拍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如果竞拍者恶意竞拍 不支付尾款 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发生在北京的一起真实的案例 拍下这幅画的人是李某 法院要求李某在拍卖结束后 四天之内交其尾款 可李某不仅不交尾款 而且拒绝接听法官的电话 李某既没有交尾款 也没有提供交通事故的证明材料 而且再次失联 法官经过合议 认定李某无故毁拍 如果李某不能够及时缴纳罚款 法院将从他名下的银行账户内 强制扣划 如果李某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将把他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其限制高消费 李某无故毁拍的行为 我们经过研究决定 将对他予以处以罚款 人民币一万元的这样一个处罚 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拍卖公告 拍卖成交后 载明买兽人的真实身份的拍卖成交确认书 将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示 买兽人应于11月22日17时之前 将拍卖成交价余款 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 绞入法院指定招呼 逾期未支付的 由净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觉得就是设置一个封减价 就比较合适吧 应该 得承担法律责任吧 不能这种毁拍就罚点钱就完了 应该是有一些法律方面的制裁 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总是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感觉这个社会的话就很扭曲了 就反正不太看好这个事 我们看到买兽人以不合理的价格 把这个摩托车拍卖下来了 我们希望他是真觉得这个摩托车值这个价格 所以才出价拍卖下来的 而不是为了之后毁拍 因为按照拍卖法和法院这次拍卖的规定 如果毁拍的话 要没收保证金 不允许参加下一次拍卖 那么没收保证金 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 只有几千块钱 损失不大 如果在以后的拍卖中 价格下来可以有更大的收益 但是这里损失的不仅仅是保证金 而是买兽人的诚信 如果你在这个事件中可以毁拍 那你在以后的民事活动中 让大家怎么相信 在现代社会 诚信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迎头小力 损害自己的诚信 究竟这名净拍者是真爱 还是无故毁拍 相信很快答案就能揭晓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在司法拍卖当中 为了提高处置的效率 节省评估费用 法院允许当事人 采用协商议价的方式 来确定标的屋的起拍价格 然而有的时候 这个议价的过程 也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执行法官耐心调解 我们来看本期的经法网拍 它里面分很多种 如果是胶刺呢 是红酸汁里面的一个比较高档的品种 不是我答案了 它这实话不对你知道吗 红酸汁里面包括好几种 对吧 我跟你说我做的是红酸汁 2020年10月30号 申请人徐某的代理人 和被执行人某红木家具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就这批被执行的红木家具的材质和价格激烈争论 怀柔法院的执行法官张杰 已经在这个家具厂里调解了两个多小时 本院在一个月之前 查封了被执行人的50套红木家具 今天组织双方对于查封的红木家具进行议价 确定完处置参考价之后 挂网拍卖 今天主要用就这个 据张杰法官介绍 2013年申请人徐女士与某红木家具企业 签订了一份家具回购协议 协议约定 徐女士投资150万元 购买多件成套的红木家具 6年后 红木家具企业以签约价格的两倍 也就是300万元将家具回购 过去是这样 从2000年开始吧 这个红木一直是涨 每年最少涨 即便是有不好的话 比如说有可能有半年 或者几个月生意不好 现在是从15年以后 一直生意不好 2019年合同到期 家具企业无力支付 300万元的回购款 徐女士向怀柔法院提起了诉讼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家具公司支付了部分回购款 仍有160万元的价款未履行 怀柔法院查封了家具企业 50套红木家具 准备进行司法拍卖 成套的这种红木家具 它一套可能是十几件的 像这种梳妆台 摆放那个古董的那种小架子 还有这种柜的写字台都有 这个案子的标的额是200多万 全50套红木家具 它给出的这个估价是700多万 选出一部分挂网拍卖 徐女士的代理人认为 家具企业提出的价格过高 可能导致流拍 而家具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则认为 家具真材实料物有所值 据执行法官介绍 当事人通过议价的方式 确定参考价格 可以为当事人节约评估费用 节省处置时间 然而议价的过程中 不免会发生分歧 为了推动议价 执行法官需要耐心主持议价过程 协助双方在合理价格范围内 找到可接受的平衡点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调解 最终双方同意了张杰法官提出的方案 选择部分小件家具先行上拍 以家具厂报价的九折作为参考价 执行当天 怀柔法院还同时展开了多场 涉及房屋拍卖腾退的执行活动 怀柔法院由此拉开飓风行动的帷幕 通过规模化执行活动 严厉打击 规避执行 逃避执行 抗拒执行等行为 加快推动解决执行难题 排隐患送温暖 消防助残再行动 遇到发生火灾之后 咱们说上面的红色的那玻璃炮是68度 到达68度之后 它会自动扎裂 扎裂之后它水就会下来 在各种灾害现场 正常人的救护 有的时候都会相当困难 那么对于看不见听不见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来说 难度会更大 困难也会更多 本周的平安119 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残障人士的居家消防安全 2020年2月10日 四川卢州旭永县 一丧葬用品店发生火灾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 兵分两路 一路灭火 另一路进入火场救援 成功疏散14人 其中背出了三名 行动不便的残疾老人 2020年4月4日 辽宁本西一洗车房起火 现场两人被困 其中有一名肢体残疾人士 消防员到场后 徒手破拆一楼窗户进入现场 20分钟以后 成功救出被困残疾人 扑灭大火 无人员伤亡 在我们消防界定里边 它属于一个 租散的一个弱势群体 有些是行动不便 就不会去参加一些 公益的活动 了解的一些消防常识 可能说有所欠缺 它的这个行为能力 自防自救的本领 跟正常人 肯定是还是有区别的 张同告诉记者 残障人士 因身体原因 接触社会较少 消防安全意识相对薄弱 另外受限于身体缺陷 自保自救能力不足 为了帮助残障人士 消除家中火灾隐患 西城消防救援之类的消防员 来到百万庄社区的残疾人家中 入户检查宣传 提示消防安全 张师傅 来了 张师傅 就是声音电视得开大了 影响别人 但是开小了呢 我又听不见 听不见 万一有字幕了 无所谓了 张先生诱饵失聪 跟他说话要很大的声音 如果环境嘈杂 跟他交流更加困难 平时儿子上学 妻子上班 他只能一个人独自在家 周边的邻居 或者其他的一些区域 如果突发情况 他在家里边 无法通知他本人进行和疏散 火灾现场的话 那操刀程度非常大 有可能张先生 他就听不见 针对听力障碍人士 张同建议 可以在家里安装 声光报警系统 闪烁的光芒 可以代替警铃声 方便听障人群 及时地看见 如果通知到他之后 不会影响他的一个 自救一个疏散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现在最害怕的 也是最担心的 是咱们的四肢啊 这块有问题的 2016年10月18日 门头沟区一居民家中 发生火灾 经消防部门鉴定 起火原因是 残疾车电池爆燃 引发火灾 造成一位残疾老人死亡 根据消防救援局 发布的2019年 全国火灾情况统计中 全年共接爆火灾 23.3万起 造成1335人死亡 837人受伤 伤亡的事故中 瘫痪 残疾 精神病人等 残障人士的伤亡比例 达到44.3% 对于轻障人士来说 只要能及时发现危险 就能自保逃生 但对于肢体残疾人士来说 如果遇到火灾 逃生非常困难 童小区的新先生 因为腿疾行动不便 只能缓慢行走 老伴则多年聋哑 前提是这样的 身大一点 他得看你最新的 对对对 好 新先生因为腿脚不便 很多事情都要老伴办理 疫情期间 人人戴口罩 老伴看不到对方的嘴型 无法交流 新先生不得不自己出门 这也给老两口的日常生活 带来了新的困难 找了一招机 要是我带来 要是我带来 要是我来电话 我就打手机 我爱人也有一个部手机 手机一响 我这宠物就叫完 新先生和张先生家 都养了猫狗之类的宠物 宠物的行动和叫声 的确可以帮助他们 获得一些信息 这些居家小智慧 都属于消防工作中的 物防的一部分 职能部门和社区 也在尽力为特殊家庭 提供技术防范手段 红色的这个消防水管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庄的 简易喷林系统 施政的这个压力 能够满足多层的一个居民住宅楼 遇到发生火灾之后 咱们说上面的红色的 那玻璃炮是68度 到达68度之后 它会自动炸裂 炸裂之后 它水就会下来 边上咱们看见 这个白色的就是 我们西城区 这几年持续 老旧居民 在包括60岁以上 老人居家里边 安装的独立感烟 联网式独立感烟 暴体器 之后它联网之后呢 它会同时通过 它里边的私密卡 给当时设定的五个人 打电话咱们 比如说咱们的社区书记 咱们的治保主任 咱们的社区民警 类似需要知道情况的人 这会儿就相当于 我们是一个双保险 针对之残人士 使用的电动轮椅的问题 消防部门也依托政府和社区 从物防人防多个方面 进行了解决 也为了方便大家充电 做了一部分充电设施 从事消防工作 15年的张同告诉记者 残障人群和老年人群 重合度较高 对于他们的宣传工作 一定要有针对性 对于聋哑人群 要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力防控 解决他们沟通交流的问题 确保发生问题时通知到位 对于肢体残疾 行动不变的人群 要通过入户宣传 和设施设备的保障 设立专门的社区监护人 杜绝安全隐患 每天啊 法治进行室栏目组 都会接到很多观众 打来的热线电话 目前呢 法治进行室的热线电话数量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是全台第一的 感谢所有观众的信任 和对我们的厚爱 本周我们共接到了 292条观众热线 因为报道及时 有一位市主啊 又给我们栏目组 打来了感谢的电话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因为我之前那个 11月3号吧 然后反映过 就是楼下城中墙被打了 然后没有人管的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就是 转到法治进行室的 这个栏目以后 然后赵金威记者呢 就是就接受受理了 我就是这个 这个新闻线索嘛 然后11月10号 然后就 嗯 就就是 就是自驾车 就很老远的 就跑到我这来 就是要报这件事情 天天中午 然后就是那个 法治进行室这个栏目 就把这个节目都播出来了 嗯 我就非常感谢 法治进行室这个记者 如果他要不来 进行报道的话 就是我这件事情 可能就 还要拖很久很久 才能解决 嗯 现在这个事解决了是吗 嗯 暂时是这个 呃 已经责令他去整改了 刚才这段录音啊 表扬的是我们栏目组的 记者赵金威 在接到观众王女士 反映的线索之后呢 赵金威第一时间 赶到了事发地点 王女士反映的是什么事呢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他很多年没在这住了 他这个房子 一直是属于出租的状态 他今年等于是 他那个七八月份 他才回来的 说准备他要居住在这 然后才开始那个 疫情结束吗 不是允许装修了吗 他才开始装修的 对 王女士介绍 他们所居住的这栋楼 属于当年单位分发的保障房 建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共有居民六十多户 这栋老楼 风风雨雨 历经了四十年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而住在三楼的邻居 在装修时 竟然将承重墙拆除了 让整栋楼的居民 居住的很不踏实 就是说你装修 就是改善自己家的居住环境 把房子装得美美的 自己住得很舒服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说你这种 把自己家装修的情况 不能建立在 就是破坏房屋结构 给其他的住户带来危险的 这种隐患的前提下 那么刚才呢 在我们来采访之前呢 这个风台区的房管局 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 还有物业三个部门呢 这已经提前来到了楼下 在这个检查过程中 风台区的房管局发现 确实在这个房屋里面 有两处的这个承重墙 被破坏的情况 并且呢 已经下达了这个 责令整改的这个通知 很多人在这个装修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墙 是不是承重墙 他就把这个墙给拆了 但是他后期恢复呢 一定是有这个 有资质的设计公司 然后有资质的这个 施工单位 还有产权单位 这三家单位一起呢 把这个墙给恢复好 所以说这个您也放心 好吧 热线电话呀 就像纽带一样 一端是我们 一端是您 96168 法治进行式栏目热线的功能 就是要在我们和您之间 架起一道实实在在的桥梁 前不久 我们节目报道了 桥湖早教机构 突然关门的消息 观众反映啊 正是因为栏目的关注 目前这一问题 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您好 那个我们之前 我是那个北京的桥虎 银菜桥虎的家长 我们之前给您那边打过电话 因为我们是一个家长的群体 我就是过来 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的 那个就是您这边的 法治进行时栏目 给我们报道之后 我们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家长们在桥虎早教机构 给孩子报了什么班 为什么这家机构会突然关门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是19年6月报名的桥虎的课程 48节课 一万多块钱 当时交的是一万零八百八十元 现在呢 还剩49节课 加上征送课 不敢跟孩子说的呀 孩子很喜欢桥虎的 孩子又小的心灵受掉了 我现在只能跟孩子说 桥虎搬家了 然后不能说人家跑路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跟随市主来到了 丰台区银泰百货的三层 那么在我身旁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桥虎早教机构 那么在今年的6月29号 商场呢 已经是对这家机构贴上了封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物品呢 是基本上已经被搬空的 而且呢 门上呢 是已经被锁上了两把 特别厚重的这个大锁 那么在今年的8月13号 商场呢 又特别发布了一个红色的高知函 上面写着 因桥虎经营不善 已经出现了经营情况恶化的情形 那么我们可以说明 这个商场呢 也在这个提醒消费者 希望通过合理的渠道 让消费者进行维权 根据家长与早教中心 此前签订的合同 张密律师发现 这家店的主体公司 是北京斯凯文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桥虎的加盟商 针对家长们提出的问题 记者主动联系了桥虎总部 就在节目播出后不久 家长们向栏目反映 桥虎总部出面解决了 退费的问题 我就是表示一下感谢 就是您这播出以后效果很好 也引起了那个 早教方的重视 他们那边就是 桥虎的总部出面 后来在十月底之前 陆续给我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心系百姓冷暖 渐渐都有回响 这是法治热线的宗旨 目前 法治进行室栏目热线电话有三步 分别是96168 6842 9226 6842 9230 您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新闻线索 都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或者通过微博 微信 抖音等新媒体账号 向我们栏目组反映 接下来我们进入 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 有纠纷找冠领 冠领律师专业负责 守望法治 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是4008789 观众宋女士说 自己买的房子 开发商竟然把燃气的总阀门 设在了一楼的业主家里 现在那位业主把阀门关了 整栋楼都是用不了燃气 宋女士想知道 开发商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请周旭亮律师来为我们做解答 一般情况下 居密楼的公用阀门 都是被安置在楼道内 或者地下公用空间的 开发商在此处的设计 不符合国家住宅设计规范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其次 开发商在出售房屋时 应该告诉业主 公用法买设在住宅套内的情况 否则就是对业主知情权的侵犯 如果开发商必须把公用法买设在住宅内 就应该一开始在出售房屋时就告诉购房人 并且在价格上做出相应的让步 当业主对此表示愿意接受 双方也达成了协议后 如果业主再对此提出疑议 将不会得到支持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观众赵女士说 自己买了一套房 在宴房的时候 发现房间里的大理石地板都裂了 大门也被刮花了 而且这地砖都没铺平 不过倒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赵女士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她该如何维权 我们请周旭亮律师来做解答 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 买售人有权要求退房 给买售人造成损失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房屋非属主体质量不合格 那就要看双方当事 在购房合同中有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约定 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没有特别约定的 如果在法定保修期限和范围内 开发商应当依法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如果已经超过法定的保修范围和期限 则实现有偿维修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您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或者下载北京时间APP 可以看到我们节目更多的视频 如果您希望参与节目互动 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 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9616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